未去下一輛郵輪之前 我們去了另一個城市玩了一個星期 這個地方我一直都很想去很久 被譽為全美國最特別的城市 新奧爾良 這間就是我們的酒店 在Downtown那邊 給我建議大家 如果來這裡住酒店 就不要預約在French Quarter 即是在遊客區的酒店 因為新奧爾良是一個很大的派對城市 每天都有很多遊客 如果你住在French Quarter 晚上就會很吵 而且下面有很多聚酒店 所以都是住在Downtown那些酒店 就算走過去French Quarter 都是15分鐘而已 來到Dep South 就一定要租一輛這些玩客 It's a pick up truck boy Yeah 我們去了哪裡玩呢 當然第一個地方要去的 就是整個新奧爾良最古老的區域 地區 叫做French Quarter 法國區 在日頭最多東西看 就全部都在Jackson Square那裡 有不同的街頭表演 也有很多小販賣賣畫 或者有些占卜塔羅牌那些 附近也有很多小店可以逛逛街 你還可以坐馬車 20元美金一個人就45分鐘 他會在街仔周圍繞 沿途會講解新奧爾良的歷史 以及看法式建築 新奧爾良是一個音樂色彩 很濃厚的城市 爵士樂、Jazz 和藍調、Bloose 都在這裏引浴出來 所以你去到哪裡都會聽到很多音樂 這個廣場和附近的地方 是有很多東西玩和很多東西看的 所以預約一日全日 或者花多日在這裏都可以 我們離開廣場走進去 裏面就是Royal Street Bourbon Street 全部都是一些酒吧 一入黑這裏就開始來了 這裏的法律是容許這裏的酒吧 開24小時 你可以猜到這幾條街 夜晚有幾天 是很好玩的 不停酒吧喝一杯就去別處 再喝一杯又聽一下音樂 是很棒的 不過一定要小心 這個區夜晚有很多打劫 所以奉勸大家 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 不要喝太晚喝太醉 還有不要走一些橫街宅行 喝大兩杯個人壯壯膽之後 我們就去參加鬼谷 Tour 新老二娘有個堂 就是全美國最猛鬼的一個城市 我們就參加了九點團 歷時大概一個半小時 雖然我本身就不相信鬼神 但是聽導遊說一下鬼谷 都挺有趣的 因為很多鬼谷 背後都有一個真人真事 去搭配 不像香港那些鬼谷 對的啦 這裏是亂撞江來的 以前相信你 聽完鬼谷 第二天我們就去看看當地的墳場 墳場在新老二娘 一個景點 整個城市有幾十個 你會發現這裏的屍體 不是埋在地上的 是在地上 原因就是這個城市 其實是建築在一個沼澤上面 所以下面的泥土 就很濕的 如果你挖深一點 都開始滲水 整個棺材就浮起了 所以沒辦法 一定要放在地上 看鬼神的東西都看到口默默 對嗎 我們看一些開心點的東西 新老二娘的食物都很特別 他們有一種自家的口味 叫做CREO菜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幾個食譜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多一個 我們都試了好幾間餐廳 例如Commander's Palace Cafe Du Monde的Bignet 還有一間被譽為 是全美國最好吃的炸雞 Willy Maze 是真是很划算的 還有很多其他餐廳 不過這裡不說太多了 在我的Instagram 你們可以過去看看 當然要看一場籃球 我們來到Smoothie King Center 看主隊 唐鵝、Pelicans 對灰熊 Grizzlies 這隊球 十幾年前 當他們叫黃蜂的時候 有Chris Paul 和Tyson Chandler 我都很喜歡他們 當然 今時今日來到這裡 只要看一人 我們這次坐近一點的球場 第四行 差一點 挺奇怪 我以為這時候 Anthony Davis 已經走了 過了湖人 誰知又不是 又留在Pelicans 不過他走也是遲早的事 Pelicans太平了 但是這隊球 拋不起奶 不是Lakers 就Celtics 要是過了去Gordon States 屌他老母 哈哈哈哈 場球怎樣 頭三節Pelicans 都落後 第四節 就追上來 超前了 但是最後兩分鐘 又掉落了 被灰熊追上來 不過都算好看 相比起之前那場 Miami對Lakers 還有老婆看完這場之後 變成了Davis的頭號粉絲 哈哈哈哈 他真厲害 New Orleans的市中心 大致上就走完了 但是他的外圍 都有很多東西看 那我們就開車出去兜一下 第一件事必看的 就是他們的莊園 在200年前 整條麥西西彼河的旁邊 都有些莊園 他們種的都是Cash Crop 即是賺到錢的農作物 好像甘蔗、大米、棉花 這些農作物需要很多人手 所以當時的莊主 就會在非洲 不斷地買黑爐回來 那件有趣的事給大家聽 當初是誰人 批准運送和飯買黑爐的呢 就是時任教宗 15世紀的時任教宗 Pope Nicholas V 所以宗教這家店 有時真的害人不淺 我們那天去了三個莊園 第一個就是Oak Valley 這個Planetation 都有一個道賞團 不過屋裡不可以拍攝 不過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有一條很漂亮的 像樹小徑 兩邊都是像樹 在外面都有一些奴隸的宿舍 這些就不是道賞團包了 這些是自己走的 那你一邊看著解釋 一邊去 一邊去 也挺可憐的 第二個Planetation 就叫做Saint Joseph 這個就沒什麼特別了 不過它就是這套戲 被奪走的十二年 12 years a slave 的拍攝場地 這間就是Michael Fassbender的房子 五元美金可以在外面參觀 最後那個莊園 就叫做Whitney Plantation 這個莊園的房子最小 但是整個鋪牌 就是最公平的 最多東西看的 這個莊園 就被美國人買了 他就把這個地方改建了一點 作為一個教育用途 它有一個博物館 還有一個 它本身的莊園有一個教堂 它就改建了一點 加上一些銅像 這些全部都是真人 那時候在那裏出生的獸仔 這件事是很慘的 是很慘的 來這裏是會很不開心的 不過一定要來看 因為作為人類 不分膚色 這也是一個很悲痛的歷史 所以一定要看看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New Orleans 就算不開車都好 都會有這些tour 巴士是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都會來這個Plantation 和第一個Oak Valley Fast Bandar 那個就不會去 因為那個不是很大的莊園 不行 這條影片怎麼都要開心點賣美 哈哈哈哈 我們飛了14000公里 來到這裏 怎麼都要駕駛最後的200公里車 我們去了哪裏呢 我們去了這個全世界最有名的辣汁 Tabasco廠那裏看看 你一拍好車一落車 就已經聞到一股很濃烈的辣椒仔味 它這裏是self-guided的 即是自助團 你買一張票之後 就跟著1號、2號、3號廠 這樣輪著看 有一個小溫室 可以看看它們種甚麼辣椒 還有一個釀酒區 又不是釀酒區 又不是釀酒區 是釀辣椒仔區 這裏的東西都要泡一泡 咬一咬它 整條production line 都給你看了 這間廠每日都會生產70萬瓶辣椒仔 運去185個國家 我自己很喜歡Tabasco 所以來到這裏就非常開心 看完廠之後 就記得去他們旁邊的餐廳吃個午餐 食物是出乎意料地好吃的 再加上你可以點一些 香港都沒有的Tabasco汁 更精神一點 這個旅程的最後一站 我們就去一個野生動物樂園 來市中心一個半小時的車 如果來這裏就最好買VIP票 因為只有你兩個人在吉寶車 普通飛的話 就有一堆人在一架大車 這個野生動物樂園只有900公頃 大就不是很大 不過也有很多動物 你可以餵牠們 每餐餐的餐料 就8元美金一餐 記得餘多一點錢 因為我們那天都餵了10餐 哈哈哈哈 那這裏什麼動物都可以餵 除了這些人養 就是斑馬 因為斑馬 因為斑馬搶食物的時候 牠會咬其他動物 或者踢其他動物 所以那些人養多可憐 都不能餵 但其他動物都很溫柔 牠們會直接在你手上吃東西 最搞笑的是 這些美洲野牛的Bison 為什麼會突然走 原來後面一隻Alpha來了 牠一定要先吃 哈哈哈哈 很有趣 這個野生動物樂園很開心 餵完這些動物之後 太陽都下山了 我們要回到New Orleans 然後再收拾東西 回到Miami New Orleans 或者Norlands 確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市 牠們的文化、音樂、食物和態度 在美國其他城市是找不到的 你們聞不到而已 這個城市的味道都很獨特 難怪廣東話譯音可以這麼準 廉柯年市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看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就是那一架很新 很特別的郵輪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回我這次美國之旅去了哪 我在YouTube主頁製作了一個Playlist 你可以看回 逐條逐條看 好了 稍後煮飯 我只是去到當地才知道有這道菜 這道菜叫什麼呢 叫做Dirty Rice 雜渣飯 材料很簡單 亦非常容易做 我們一起看看 好了 第一步先煮飯 我們這次要煮四碗飯 所以要2米米 沖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加雞湯 不是加水 要加雞湯 再加兩塊月桂葉 就可以煮飯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預備下其他材料 我們要兩粒蒜頭 剁碎它 我們要幾碎 所以切了一粒之後 再剁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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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西芹兩條 將它開半 然後也是一樣 都是切碎的 所以切了一粒之後 再剁碎它 再剁碎它 剁碎它 西芹兩條 將它開半 再剁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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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東西是什麼呢 這是Andui 腸 是當地很有名的 辣味豬肉腸 如果找不到這隻 也不要緊 隨便一隻辣味豬肉腸 或者煙燻豬肉腸 也可以 我們就要兩條 將它切粒 免治牛肉 500克 放入碗 最後 也是這道菜的靈魂 四至五塊雞潤 為什麼叫Dirty Rice 就是因為它們 將它切開之後 就剁碎它 要剁碎它 好 好像這樣 一平均老漿 這樣就可以了 材料只有這麼多 非常之簡單 全部都是剁碎它 好了 這個時候都可以了 先滴走兩塊月桂葉 先把它剁起 放在一邊 好了 好了 可以開始煮了 中火燒熱過鍋 先放些橄欖油 和二十克的牛油 之後就可以放些 免治牛肉 炒熟它 我們要幾乾身 所以要大概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後 牛肉大概炒到差不多 我們可以把蒜頭 洋蔥 西芹 青椒 和雞肝 倒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要炒三四分鐘 炒熟了所有食物 有些美麗的調味架 都可以找到 我們要兩湯匙 鹽和黑胡椒粉 各一茶匙 拌勻它 炒多一分鐘 然後就可以試味了 這一刻的味道 應該有點辣 這個就可以了 鹹的那些 就自己調調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 就加少許雞湯 進去 混合 然後 把飯 倒進去 之後 再拌勻 拌勻 拌勻 我們就可以關火 再把蔥 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上一碟了 好 一個新奧爾良的名菜 另外 很容易做 一大群人離開派對 做個大鑊飯 給他們 都可以的 好 多謝收看 下一條就是郵輪片 拜拜